台股继上个礼拜见到了波段高点之后 卖压就开始涌现 而指数从高档进入到了修正 今天虽然微幅开低 但是力图上攻昨天的黑K棒中间价 但是盘中还是呈现了多空拉扯 索性尾盘白尾拉高 而中场上涨57点 收在11,021点 重新回到了11,000点的整数大关 当然要观察一下近期法人 还有关股券商的动向 似乎还是上演着你丢我捡的戏码 不过尤其是八大关股 已经连续两天加码台北股市了 而且买盘都聚集在近日 卖压相对沉重的个股 这其中看到被动元件就占了大多数 像是国具跟华星科还有达方 其实这两天看到八大关股 每天都加码了百桩以上 而市场就传言起这跟7月份 劳动基金委托投信代操 大幅度出托被动元件是有关的 因此关股借此来逢低承接 进行回补 也因为关股的大力支持 带动了今天国具还有华星科 爆量止跌 只不过是不是真的回稳了呢 还需要再做观察 当然另外平盖个股也是今天 支撑台股上涨的主要动能之一 因为苹果即将在美国时间9月12号 就要发表了新iPhone 外资近期也是频频点名供应链 尤其是调高国王大力光 还有稳貌以及新兴的目标价 美西外资旗就表示 明年苹果推出的新款iPhone 将会引来史上最大的后相机升级 预估将会使得大力光明年的手机镜头出货 成长47% 因此维持加码平等 目标价从原先的5500块钱 调高到6200块 而大力光的获利大增 也渴望能够带动像是文贸的营运走扬 因此小摩将文贸的投资平等 也从原先的中立直接调升到优于大盘 而目标价也从原先的195元 调升到280块钱 而最后券商所看好的是PCB供应链当中的新兴 调整了载版业务有助于营运表现 因此也将新兴的目标价喊到22块钱 在这里提供给您来做参考